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嗨 我是舒尼 我是白化 我是来自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 我们两个人来自一个地方 说我们两个来自一个地方 因为我是他们的老人 我在13年 在国内取得了中医学的学士学位 然后工作了几年之后 选择来意大利生活 主要是为了想离我妈妈进一步 刚开始来意大利的时候 也尝试过做回医生这个职业 但是因为一些规定和法律的区别 然后没有能够实现 包括有人问我说 你之前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医 然后又做了这么久的医生工作 然后你现在做的完全就是另外的东西 会不会觉得你那么多年的时间都浪费掉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你经历了所有的 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你当下觉得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都会成就现在的那个你 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 非常细致和要求精确度比较高的这一类的工作 你做的越精细 然后整具度越高 然后出来的效果就会越好 针灸就是这样 然后同时其实美甲也是一样的 我从19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 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就会经常听到说 外国人也很喜欢吃松果的饺子 然后每一次偶然的疫情会 在我女儿八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西林区里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中国的传统美食 外国人也是喜欢的 这个就是我在我内面之后 现在终于拥有一个餐饮店 属于自己的餐饮店叫乔寂 这个名字的来历呢 是选用意大利罗马的方言 结合中国的饺子的协议 都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也非常高兴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在选择 那个选食材的时候 因为有些东西 有些中国的食材 在这里是没有的 有些这里的食材 又不太适合做那个饺子 也得到了普克的应可 也得到了一些社会上的应可 所以自己感觉自己的应 还是值得的去做这件事情 另外有个不管是做什么行 也都是有一定的难度 从开始用量的如何做到做上 和今后的发展 这都是需要认真去思考 认真去考虑的 想创业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 毕竟前途是美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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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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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